那我歡迎吳克群 林叉叉在音樂當中是你加油打氣 現在你看到他追逐夢想 是不是也要給他一些些鼓勵 因為我覺得 我的老闆他是支持我們做夢想的 然後其實當歌手的時候 他完成了我們很多夢想 而且完成了我自己也有很多夢想 可是後來突然發現有一天 原來老闆也有自己的夢想 想他打成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然後就很支持他去做件事情 大家都在支持他做件事情的時候就覺得 他很像一個小男孩 然後我們就開始監督他怎麼樣 實習夢想的時候 就像他以前在監督我們一樣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角色 部外 方面其實是我到高雄去拍照的時候 然後客群是高雄的 所以他充當的導遊 導遊就介紹了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在高雄中山大學 這一個隧道裡面 那因為我拍照 我習慣的是不去 不要他把握握握握 不要握握握握握 我喜歡拍自然而言 在自然的情境中 他自然而言 那客群一到這個隧道 這隧道其實是比較陰暗一點 但是他一到隧道的這個光 他把他手舉起來 他要抓住那個光 我當下覺得那個意境 跟他的過去的事業的歷程 其實是非常的小 就是說他在過去的人生 他經歷過很多的困難 可是他沒有放棄 他一直往光的方向 其實他抓住那個光芒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因為這一張照片 我自己看的也很喜歡 所以抓住光芒的感覺 但是其實在拍照的過程當中 大家仔細點啊 一定要看這一本就是 最多人的詩集 裡面呢有很多 就像Penny啊 然後還有Done啊 然後很多 像Landy啊 對 你會發現呢 我們在拍的時候呢 都看不到我們的臉 對 老闆 為什麼你的藝人 全部沒有臉在你的這個 正面的照片 在你的這個詩集 攝影師集當中 對啊 其實說 所以溫蘭也質疑我這個問題 對 為什麼你拍了 結果我們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我的臉 對 對 我要看 我覺得 你有參考一點道理嗎 他以前挑我們的那個 封面照挑太多了 看太多 都是正面 然後現在呢 要挑的時候呢 全部拍我們都是被面 好 3 2 1 請掌聲鼓勵 瘋和力攝影師集呢 獲得了 我們再來藝術攝影師 第一名 我們一起看這些花 好不好 謝謝 我們再次的恭喜 瘋和力攝影師 其實11月3號出版的時候 就有那麼好的成績了 希望可以繼續的熱賣下去 繼續有非常好的一個銷售的部分 我覺得完成夢想 是一件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其實這一路上的過程 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我常常在想說 熱血是很容易 但是堅持很困 但是如果你不堅持 你就不可能到達夢想的地方 一個超民公司的老闆 聽到老闆就是很沉重 然後就是 感覺老老有沒有 老哭哭 但是他不是 他就真的比我們還要熱血 而且 不只比我們還熱血 他還逼我們 就是很多人呢 要跟他一起熱血的過程當中呢 像我去西子灣呢 我在那防波堤上面 做了超多驚險危險的動作 然後拍攝 但是他一直在拍 因為他拿攝影機 他更危險 兩個就開始那種比 很像小孩子 但我們後來 為什麼沒有展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後來發現 他防波堤是違法的 結果 但是你可以看到像 Penny啊 然後Landy啊 他們都有在那種礁塊 或者是在那種很危險的地方 海浪邊 對 其實很危險啦 只是說當時我們為了要去做好這件事情 我們都忘了當時身處的危險 我其實會把我們家的藝人 其實也當成他就是一個自然人在拍照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都是自然人 我希望我要呈現的是一個自然的人 在面對環境的時候 他展現最自然的一個狀態裡面 他是一個情緒 而不是那個人 就是說我今天把客群拍得帥帥 我想大家都在專輯看過很多他帥帥的照片 對 我想要拍的東西是 他面對土地的情緒的感受的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在看呢 我真的 因為我在跟他拍攝的過程當中 我就看到他的熱血 他對那個熱情 然後滿頭大汗 你在當一個唱片公司的CEO的時候 是不會有這種經驗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一個年輕人那種感覺 會讓我自己覺得說 喔 我又回到我當初 剛進種子音樂 那個時候 然後在做唱片的那種熱忱 所以其實在跟他拍攝的過程 也讓我想到我自己在做音樂的時候 要保持那個熱情 對 不管你在什麼位子 然後你幾歲 你都要保持一股熱情 才能夠做很熱血很瘋狂的事情 其實我自己已經有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幅 對 然後 他剛才已經跟我講了 他說門口的那一幅混黃花 就是我們的封面 對 對 我覺得那給人很大的希望 對 然後反而 老闆送我那一幅 我會捐出來 讓我的歌迷有機會去購買 然後去 收藏 因為對我來講 我希望 就是 看到裡面還有很多 你們等一下看的話 在裡面展還有很多很漂亮 然後給你希望的 雖然說 你看到文字的話 你會發現 他在拍攝當中的時候 應該是失戀 哈哈哈哈 因為有很多失戀的文字 對 有很多很悲慘啊 很多寂寞很孤獨的文字 謝謝 謝謝